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大家好 今天是1月29日 1月基本過去 下星期回來是2月 始終有個嚴正聲明 做很多人是無假的 今天我們看看行業的板塊 看到紅色的 即是升的開始多一點 和昨天對比 大家看看昨天 我找到今天 很多人都覺得有點生氣 不過我仍然認為 暫時是一個反彈 除非它升穿了29,300 如果不是的話 都比較有些困難 今天比較表現好些的行業 竟然就是 運輸業 你看得到了 這些基本就是 平時沒有什麼人看的 要看的東西 現在就來看回 我問了 留意的是電信服務業 還不是很表現的 銀行業 還不是很表現 保險 所有龍頭板塊所採的地方 不是很表現 有些半導體 好一點點 其他電器用品的東西 都不是很表現 汽車都是縮了少許水 煤炭都是差不多 沒有什麼 遠景服務 基本一直都是比較好的 所以這個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在恆生指數的期貨 周線圖裡面 一連圖上面 整體這一周都是下跌的 雖然今天又反彈 不整體一周是下跌的 所謂是陰燭 在這個 日線方面來說 是跌到這裡 由於它是 曾經下跌過 所以今天對比之下 還是陰燭的 這個也是一樣 之前說它會來到 試保力加通道的中軸 現在基本到了 中軸就是二百五 差不多 現在這裡是二百六 曾經在低位 下到二百五 始終然就是看 可能是有機會下去二萬八 二萬八就是這個 低軸這裡 二萬八這個地方 以致更加低一點 二萬八就是這裡 二萬八是給了一個 對我來說是一個很樂觀 的估計 我自己個人覺得 應該二萬八都是守不到的 我朋友就會問 買的貨沒有?跌了這麼多 我基本的看法就是 經過這個跌之後 這個調整可能需要快 是一個禮拜 長 是要一個月至兩個月 換言之 今天是一月最拉美的一天 至交易日計算 所以一個禮拜 即是去到下個 即是二月到 二月七日到 或者二月六日到 五日到 你看看它 可不可以再真正完成了調整 什麼叫完成調整 上班上是二萬九千三百點 若然不行的話 可能需要調整到二月的中 尾甚至到三月中 即是我又估計 整個調整 不會超過應該三月中 因為如果超過三月中 真的很慘 我始終是看 經過調整之後 市以後 是根本還會升的 那升哪些呢 當然就未必可能 好像再又好像這樣 之前的 幾天幾天跟你升一倍 那些這樣東西 爺民民真的要跟你講講 麻煩你交功課給我看 業績 你的派息 你的發展的計劃 不派息不要緊 不過你交一個 靚的發展計劃給我們看 這樣還可以有追捧 我不要再講了 我的個人看法 就是 還需要一段時間調整 因此 想買貨的朋友 真真正正 要選得很清楚 有朋友問雲里金融 雲里金融 雲里金融 看得到 都是流入的錢 不太多 流出去相對是多的 在周線圖上面 亦都開始 自這個通道的頂 開始回落 應該可能 就向這個通道的中軸 進發了 我會看的 就是它會向這個 短期支持 向133元 現在139元 133元 大致上 若莫低過這個通道 是下通道的中軸 這裏 又未去到這裏 這裏就去到94元 我希望它不要下到 100 這個 就是這麼低 就是去到這裏 這樣就好了 雲里金融 大家需要一項留意 如果歐美的疫情 這麼嚴重的話 它現在賠償 多不多呢 有朋友說 以前的社 在投資新世代 聽我跟Banko說 介紹過恆生中國企業 那 拿到現在 那就看看是怎樣 第一 是有些資金流入的 在這個保利加通道上面 周線圖 這個中軸 都是想上去的 現在這裏 是離開了那個中軸 的上軸 那裏下來 是有機會向中軸 來到這個 靠攏 一線圖上面 就已經向中軸 靠攏了 那我自己 我這方面看 就會是 現在那個115 它有機會向112那裏 那裏 我的朋友 如果你真正拿著的話 無論怎樣也好 需不需要換馬呢 是考慮一下 我要講 為什麼要換馬呢 第一 在投資新世代提供的時期中 只要當時只有兩隻 一個大的ETF 一個是盈富基金 一個是恆生中國企業 在中國的A股方面 但是 到現在 今時今日 這幾年裏面 A股已經有很多ETF 買賣亦方便了 所以 是應該要考慮 看看轉去其他ETF 恆生中國企業 最主要的 它只有國企 國企 是 息口有一定的保障 不過 價格的上升 就真正有些欠缽 那你不跟A股的其他ETF 它們價格是會升多一點 而恆生中國企業 這個裏面 並沒有包到很多 所謂的新科技股的成份 例如 好像阿里巴巴等等 這點我覺得 如果是要做 再接著貼近 未來幾年的中國經濟 和一個企業的發展形勢的話 是應該要換馬 去其他中國的ETF 日線圖上面 是的 好了 揚名生物 這個也是 曾經的時之中 是很轟動的東西 因為它一直升升升升升升升 升到最近就跌 有一件事要看著 它到今時那天 是沒有盈利 沒有派息 PE273 在任何這些情況之中 一回套 人家記住 人家是28元 你起這100元入貨 就算現在你賺到11元 你想想 人家一沽 你將會怎樣 所以在這點裡面 我會覺得 應該考慮是散水的 當然它來到這個中座之後 有些反彈 然後是上去還是下去 我估計是應該會打橫走 既然打橫走的話 也都接下來的時期中 有些再下跌的風險 我知道大事 不如就換馬走人 雅生活 雅生活 是之前曾經推介過 亦都到了位 那些朋友 又想問問 雅生活 又買不買得 那就看看這件事 升了上去之後 到了位之後 現在下來 回來 記住 它現在在收窄 可能在這點裡面 它是會向下滑一點 然後再跟著 起這裏打橫走 它已經完成了 雅生活 應該完成了一轉的升浪 這一轉應該下來 是下跌浪 是應該沉底的 究竟在這裏沉底 因為更加低的位置是沉底 不清楚 不過如果有課 應該考慮一下 是否要先離開 中金公司也有推介過 不過是虧了 虧了 那怎辦呢 這樣 不好 之前的社 以為它凸穿去 誰知道 第二星期來 下跌了 因為我一定有給止虧位 這些的話 是應該要考慮 就要沽出 那它可能還會下跌 下跌多一點 下跌多一點 沒有法事 也要這樣說 因為它會去 還可能有一段時期大市 或者是一個禮拜 以至一個月的調整 一定以這點來說 是先離場 今天推介的是九毛九 好 為什麼要推介九毛九呢 當然 有很多事情 說 酸菜魚 好吃 等等 這是內需的概念 而最重要的就是 它建造了歷史新高 歷史新高 在這點裡面來說 是很重要的 建造歷史新高 就即使在上面 沒有無限貨 沒有限貨 上面即使你不需要擔心 別人沽下來 給你 只是問題就是 你自己會不會摸頂 所以這幾天的發展是重要的 既然是重要的話 那就看住了 不是不可以賣 不過真正看看 這個是高位來高位去 嘩 市盈率是去到八百幾倍 但是我們又知道 如果你真是好吃的 你真是好的話 你接著之後 接下來加不加業績呢 假如業績支撐它的話 它會繼續可以再上 真是如果業績不對板呢 對不起 它就會走貨的了 在這點裡面 如果你真是要追的 就現價要吸收了 接著就等好指示位 看看能不能真正上去 三十二元這裡 這裡看的三十二元 其實都是看一個 這樣的小型的 一個是底 在這裡量度升幅 上去三十二元而已 因為這些 很多時候都是出現這些 原體突穿了 再跟著升少少 這樣 今天呢 基本上推介這麼多 這些就是以往的 曾經推介過的股票 它們的位置等等 這裡都是推介的 雅生活 那時候推介的時候 就是去到 同日最高見過三十八個四 就完結了 已經到了位了 這個是中金 那時候呢 那這裡就是曾經 就是高見了 高見了 高見了 10%的 那這個是 看錯了 高見了 不介意 所以一定要說 然後這些就是 曾經見到的東西 這個答 觀眾問的 如果大家朋友 是對於這個市場跌下來 是有些擔心的話 不妨可以看看這裡這些 是不是 看看那些指示位 是甚麼 需不需要自己去做這些防範的工作 這裡就是這麼多了 很多謝大家